记者张金雅台中报道 中台湾海域风场良好 具备离岸风力发电条件 为打造中部成为台湾最大的风力发电产业重任 台中市政府与欧洲在台商务协会 台湾港务公司等单位将于15日举行台欧风电产业国际高峰会 签署合作备忘录并广广摇产 官学研代表与会讨论风电产业发展及人才培育等一题 市府经发局表示 为落实2020年非核家园目标 台湾能源结构需转型 而在全球18个最佳风场中 台湾领海就占了16个 其中又以中部最具潜力 适合发展离岸风力发电 新政院也指示中部地区以台中港作为重建施工码头 彰化与港为云为专用码头 共同打造风力发电产业重任 经发局也表示 为加速国内风电产业发展及人才培育 市府将与欧洲在台商务协会 台湾港务公司 金属工业研究发展中心 中心大学 风甲大学等单位 于15日 办理台欧风电产业国际高峰会 并共同签署台欧风电产业供应链及人才培育备忘录 促进资源交流以及建立风电产业供应链与人才培育合作平台 经发局指出离岸风电与产业的关联性很强 必须朝产业在地化的方向努力 这是中央与市府共同推动的目标 不只推动能源结构转型 也要发展产业 在中台湾打造台湾最大的离岸 风电产业聚落 带来商机与就业机会